我們這邊算頂幅 這邊叫頂幅 它是林口溪旁邊 我們早上說的卡卡就對了 對 它這邊都是屬於林地保護區 林地保護區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有工廠那些污染 關於這個保護區 對你自己在進行有機耕作方面 有沒有什麼幫助 如果實質上對菜當然沒有直接的關係的幫助 那可是對於我們在使用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用地下水 在做灌溉 那因為這邊都不會有工業污染什麼 所以基本上林口溪這一條都是很好的 就是都沒有被工業污染的水 所以基本上來說 在這個區域至少比較沒有污染的問題 應該這麼說 那對於你要做有機耕種 在條件上就多了加分 那再加上因為我們在坑谷裡面 所以也比較相對環境比較封閉 比較也不容易有什麼林田污染什麼的 對對對 在台灣想要做有機的耕種 恐怕還真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讓這個環境能夠更有機 更能夠有那樣子自然的環境 才能夠讓我們的自然農業有更多的發展 對啊 好 我看到那邊有一顆 好像已經是斑橫磊磊 應該也是獨角仙的傑作吧 好 各位 今天這個地方就是林口特別的保護區 給獨角仙的 各位 也要到了我們很喜歡的時間 叫做DIY 今天呢我們的文動弟弟 我們的廠長要教我們做什麼DIY 主要就是最簡單的育苗 就是種子 廠長都說很簡單 來 不難 不難 不過各位觀眾應該如果我們的節目 你有這樣一路收看下來 我們常常看到這個盤 對 這個就稱之叫做 血盤 血盤 對 血盤有沒有一定的規格 它有72 96 然後128 然後還有200 我們今天用的是 128 128 對 應該是說蔬菜大部分都用128 它比較剛好 也有人用到200 200血 比較小格 那比較小格的話就是相對來說 它除了顆數比較多以外 再來是 它的盤根會比較快 因為它根系會在這個洞裡面這樣排 那只是說差別是在於說 200格跟128 它你在澆水的時候 含水量不一樣 那如果夏天的話 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因為200格它水分比較容易乾掉 所以你的苗很容易死掉 所以要注意 比較注意補水 好 我們這樣大概理解 也就是說它的長度寬度 大小都是一樣 都一樣 因為就等於說你可能是你們的 就是存放跟那個規格 就是這個大小 對 可是大小裡面你可以分成72 或者是128 或者是200多 就是 變成這個孔洞會變小 對 大跟小 但是你的習慣是這個 你覺得很適合 對 因為蔬菜大部分都是128 128 對 大概就是200 好 那我們今天要種什麼樣的菜 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有介紹到的那個 奶油白菜 奶油白菜 對 它是屬於十字花科的種子 那好 我們開始來做吧 好 這是培養土 那買來的時候 我們它還是因為它原本 裡面就是有含一些水分 所以它會有點結塊 所以我們回去的時候 就是結塊的部分要把它抓鬆 對 然後再來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把 土撥到這邊 嗯 就是我們會 把它均勻的 撒在 鋪滿 是嗎 對 要把它鋪滿 我們都要 就是用手把它撥平 每個穴 都要有用到土 全部鋪滿就好了對不對 對 把它鋪平均就好了 喔 好 那這樣就可以換你了 喔 來 換我了喔 對 看起來很簡單 來接下來我們就是 將這一盤去疊在另一盤 喔這樣子喔 對 然後我們壓的時候要輕壓 平均的輕輕壓一下 不要重壓 因為你重壓的話 它到時候種子 開展根的時候不好開展 對你看這樣子會有一點凹 就可以了 有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放種子 嗯 種子十字花顆的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是 所以我們在放的時候 一穴就放一顆種子 所以 一穴一顆 兩顆沒關係 就一到兩顆 反正就是以一顆為主 對不對 對 好來 今天種的是奶油白菜 對 當你不完種之後 壓住它 一天後 攤開來移到外面 然後 晒太陽 去晒太陽 對 晒太陽幾天後會變成那樣 我們把它拿過來壓 其實我們有準備已經發好的對不對 來 所以這底下的就是剛剛才過種的 我們被一天之後 對 當它破殼 是不是這樣講 對 破殼有一個白點白牙出現的時候 就拿去晒太陽 對 然後 晒太陽開始長 多久會長成這樣 大概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現在天氣比較熱 大概一個禮拜 七到十天 對 大概就會長成這樣 那長成這樣就可以去種了嗎 對 我們最主要 要看我們的根系 就是 我們可以輕輕底下 底部這邊 穴盤可以捏一下 那捏一下以後 再從根部這邊 輕輕的抽起來 對 那你看到這個已經 盤根 盤成這樣了以後 就可以 盤滿了 它就可以 其實可以種 你可以種在家裡的話 就可以種在盆栽裡面 陽台上就可以 對 那你有自己的地 就可以種到土裡面 對 所以有些人習慣在陽台種菜的 就這個方式 就會很方便 而且成功率應該很高 對不對 對 我可能大概解釋一下 澆水 怎麼樣去澆水 就是 你們剛移出去以後 一定要澆到透 那澆透以後 它的水會從下面的泄水口 這下面都有一個洞 一個洞的泄水口 它會滴出來 那這才算有澆透 就是水都能夠透過去 對 才會流出去 第一次 那接下來就是看天氣 如果冷熱的天氣的話 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要澆水 可是你可以不用澆到滴水 了解 它會太濕 第一次澆透 接下來就保持它濕潤的感覺 對就是保持苗有濕度就好 然後七到十天就會變這樣 對吧 對 好各位這樣學會了嗎 再不懂 再問文洞好 好謝謝 這是我們今天的DIY 來 大家最期待 也最喜歡 一直想要學好 怎麼樣可以做到好菜對不對 來我們的蔬食上桌 名廚到廠廠 依然為您邀請到我們的 凡定軒凡師傅 大家好 當然還有 平常聽說他們在這邊 不太做菜 都是把菜賣給別人去煮 今天請他也一起來看看 他的菜能夠做得多好吃 多有創意 那一樣嘛 要歡迎我們的場主 文洞 大家好我是文洞 平常有沒有在這個地方做菜 有啦 可能就簡單的家常菜 就簡單的做 對對對 你知道我們凡師傅最厲害就是 把你好像講說只能煮湯啊 或者怎麼樣的東西 的菜 然後把它變得更不一樣 更新鮮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沒問題 那凡師傅第一道 要為我們介紹的是什麼料理 這一道就是 金 因為它是金水菜嘛 所以我們就是 金金冰花角 金是 你們的菜叫金 金都水菜 另外一個金呢 就是煎起來 它會金黃色的那個冰花 所以我們就 取金金 金金水 冰花角 金金冰花角 好 名字取得很好聽 我們要看做出來變成什麼樣 好不好 更漂亮 那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好的 好 來首先 我們先將所有的食材啊 因為這是要包在餃子裡面 所以我們會將所有食材洗淨 亮乾之後有沒有 就是切碎 切碎之後我們就辦成餡料了 好 那個文洞 京都水菜 對 通常都是只有湯 對不對 生菜 可是今天看 就是所謂的創意料理就要不一樣 他把它包在餃子裡面 首先就是將所有的菜通通切成碎 對不對 對 豆腐一般的話我們是餐廳的話有沒有 用打的就可以了 喔 我正在想是不是把它搗碎 對 搗碎之後再稍微多一下 再來就是一樣啊 木啊 對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粉條啊 粉條一般就是用紅薯去做的 它的口感在水餃裡面會比粉絲更有口感 所以這個外面都買得到對不對 買得到 買得到 然後咧 一樣 這些食材都要切 嗯 都一樣要切碎 然後再來是 再來就是堅果了 堅果類 也要切喔 也是一樣要切碎 然後 放在裡面比較有口感 這是綜合堅果 綜合堅果就是 一般我們就去超市裡面 超商裡面買 我們現在把堅果切好之後 一樣放在這裡面 薑末我們要擺進去 是因為薑末要先爆香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爆香了 對 然後開始我們要稍微炒一下 嗯 有薑的香味了 對對對 然後呢 然後爆香之後 我們就開始把菇類 菇類 然後堅果類對不對 好 菇類跟堅果類都可以 菇類堅果類一起 對不對 好 好 好 其他的話有沒有 我們這樣拌香之後有沒有 其他的其實就是 下去 稍微炒一下 對 稍微炒一下 所以這個 後面這幾種 它其實都可以生吃 都可以生吃 所以說就是 稍微拌炒就可以 對 拌炒一下 拌炒完之後我們倒出來 待會就可以拌調味料了 因為這些菜都不需要炒得多熟 像豆腐它本來就熟的 是 我們就是也是一樣 真香斷生 燙喔 小心 我們現在開始要那個 調味料了 調味料先喔 對 這個時候調 熱熱的調沒關係 這是醬油嘛 醬油剛才在裡面 醬油就現在這樣趁熱 它是第一個擺下去的 好 第二個是香油有沒有 香油 好 香油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們就用鹽巴了 好 來 油先拌 再拌鹽巴 對 這是香菇筋 香菇筋 對 香菇筋 因為您蔬食的時候都習慣用香菇筋 對 用香菇筋 胡椒粉 這個我喜歡 好可以了 好了 凡師傅這樣已經比較涼了 可以吧 可以了 好來 好 然後再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把它包成餃子狀有沒有 放在蒸籠裡面 你就是把線挖在中間 你要做成餃子形狀也沒關係 其實在家裡媽媽們做成餃子形狀也沒關係 就是包成柳葉角形狀有沒有 像斜斜的包這樣子 然後把餡料按下去喔 有沒有 包的時候把餡料按下去 這樣子包 這樣包 有沒有 嗯 一個腳一個腳捏 捏進來就對了 捏進來 對 哇 漂亮喔 都可以啦 隨便你們包 好 然後凡師傅再多包幾個 我們就要蒸了 那我們可以包嗎 可以開始包了 好 那我們現在都包好了嗎 對 然後就可以蒸了吧 對我們現在就是水滾了喔 嗯 像這樣水滾了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蒸了 這樣放下去蒸 然後蓋子蓋上去蒸 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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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6分鐘到了可以了嗎 可以了我們這個看一看 啊剛剛好 喔漂亮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時候就要煎 冰花煎餃了 然後把它拿起來 我們要煎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把火打開 冰花水這一次也是我們全台首播 給大家知道說這個水就是要煎成冰花型的 它就是沙拉油 麵粉 中筋麵粉就可以了 或低筋麵粉也可以 嗯 然後加上水以及香油 然後四種成分做出來的冰花 它攪的那個冰花 嗯 我們放它的時候有沒有 就這樣子放 好 這是在煎餅嗎 不是煎餅 這時候有沒有 好啦 放上去就可以了 一個喔 不是吧 一片一個 一片一個喔 對一片一個 然後如果你的平底鍋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 放個三片 它水分慢慢的就都散掉了 嗯 然後火候要控制好喔 嗯 喔就是要這樣子金黃金黃的 對 這個好了嗎 好啦 同樣的動作我們再來這樣煎 好 這時候我們再把一粒下去 好的 為什麼要放便便 要放便便 因為待會我們 這一個餅 這個冰花是要站立起來的 喔是喔 是 OK 師傅好像好了 對 然後我們把油也瀝掉 對 然後再來 再來我們就把它夾起來有沒有 像孔雀開瓶一樣 最好可以開喔 有點恐怖的 耶 成功 耶 漂亮喔 欸 各位 這就是我們今天 所學的第一道菜 有漂亮喔 真的叫孔雀開瓶啊 它的名字叫做 金金冰花餃 金金冰花餃 好 相信各位今天我們看到了青龍的努力跟堅持 也謝謝凡師傅的創意料理 更謝謝各位的收看 一樣的有任何的意見 就到我們蔬食好時尚的臉書留言讓我們知道 當然最後 蔬食好時尚 生活最健康 我們下次見 擔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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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